新闻的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本周最新的燃油价格 Round 97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3令吉19仙 Round 95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05仙 至于西马半岛的柴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95仙 而东马的柴油价格还是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15仙 近期轰动国内外社会的案件 莫过于全球兄弟控股GISBH 旗下慈善机构涉嫌剥削虐童案 随着警方抽丝剥茧 案件调查持续进行中 警方已经逮捕及扣留超过150人进行调查 所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广 完整的真相是否很快就水落石出呢 今年9月11号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表示 警方展开一场取缔行动 突击雪兰儿和森美兰18间慈善机构 逮捕了171名年龄介于17岁至64岁的男女归案 救出402名被剥削的儿童以及少男少女 由此爆出 这个在马来社会拥有庞大商业网络的公司 涉嫌剥削及性女儿童 根据情报和受害者的陈述 警方发现 这些受害者被诱导进行猥亵行为 而且一些患病的受害者 甚至不被允许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同时警方也怀疑GISBH还涉及人口贩运活动和其他罪行 17号警方已经冻结GISBH名下的96个银行户头 涉及的金额高达58万令吉 9月19号警方逮捕并延扣24名GISBH的成员 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员以及妻子 年龄介于25岁到65岁之间 据了解 奥尔根组织创办人阿沙哈里的儿子也是其中一人 今天 推示庭再向24名嫌犯发出4天的延扣令 警方将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2扩号A条文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和2002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第14条文 对所有嫌犯进行调查 鉴于该组织5名重要领导人遭到警方逮捕 并且多个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调查 群龙无首之下 警方相信GISBH的追随者 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潜逃至国外 目前还是藏匿在国内 今早还有4名父子被警方押送至法庭进行严扣程序 因为他们涉嫌焚烧和埋藏几十本 由GISBH所倡导的信仰教义书籍 丹斯里拉扎鲁丁受访时指出 该组织追随者的资金 津贴和所有财务开支 都由GISBH领导人所提供 因此资金链已经断裂 警方认为他们不可能逃到泰国 因为他们在泰国无处可去 并且目前的情报调查结果显示 他们还没有出现在马泰边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